哈喽,欢迎来到Shirley房产好介绍 今天我要介绍这一间屋子呢 是位于这个Laysia Farm 然后这一区来讲呢 它叫做Residency Bayou 首先我们来看看下这一间屋子的外面 然后这一间屋子呢 它好在就是它的旁边 就是这一个Clubhouse 所以你每一天回到来 你想要去游个泳的话 你走路就可以到这个Clubhouse了 然后这一区来讲 它有分成三个款 就是有分成这个半独立 Superlinghouse跟这一个Gardenlinghouse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屋子呢 它是叫做Gardenlinghouse 然后你可以看看下 这个外面的环境呢 它是属于这个Struiter 然后外面呢 它是属于比较外国风的 就是不能去安装任何的这一个门的啦 它是属于比较外国Europe风这样子的 一进到来这边呢 你可以放两辆车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一间屋子呢 它是角头单位 它叫Gardenlinghouse 然后它是属于33x80 OK 进到来这边 你可以看得到这一间屋子呢 它的这一个窗口很多的 等下我们进到去里面看 我们来看看下这一间屋子的外面 那么这一边呢 旁边呢 它有一个小空地 如果你要种一些花花草草 没有问题的 来到这边后面呢 它有一个小花园 OK 这边 所以你每天回到来 你要在这个地方休闲 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啦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片的空地的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去到 这一间屋子的里面 然后这一间屋子呢 它非常好 就是这一个保安 就在你的隔壁 OK 然后 大家都知道 Lacial Farm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 这一个保安 所以如果你要进到来这里呢 你也需要经过两 两个保安 就是外面的第一个保安 然后加上这个是第二个保安 OK 进到来这边 这个门你一打开 我们就来到了这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 你可以做成的这一个 读书的地方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讲说你不许 老人家不想要爬去楼上的话 可以做成老人家的 这一个长辈房啦 OK 然后来到这里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一个 浴室在这一个空间 OK 然后 它这边的工人房 OK 来到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人房 然后这一个洗衣房的东西 全部在这里 你一开门出去呢 就是刚才我们来到这一个 小花园这里啦 OK 来到这边呢 它的工人房的这一个床啊 跟厨就是在这一个地方 OK 然后工人房呢 它有自己的这一个浴室 在这一个地方 OK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OK 走到来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地方 都有很大片的这一个窗口 你一望出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车 parking进来了的 OK 进到来这边 它由于因为它的窗口够多 啊 够够多 所以这一间屋子的采光是特别特别好的 OK 然后我们来到去楼上 OK 然后 来到这个楼上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客厅 OK before介绍客厅的时候 你一来到这边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OK 一看出去外面这边是小小的这一个马路啦 就是刚才我们来的那个 从外面来到进来这里的那个马路 然后来到这边呢 它有一个客厅 OK 那么它的这个窗口 非常好 就是每一幅窗口都是上到完的 所以你看这一个时间呢 它的采光还是特别好的 OK 来到这边厨房 它的厨房是超美的 你看 它做了这一个island在这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发展商呢 它是把这一些的厨呢 全部是包送给你的 然后干涉厨房的厨全部包到完 加上它的这一些电器呢 它是用这个品牌是叫做Bosch的 就是全部也是包送在这一个买卖里面的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这一间屋子的这一个 呃 室厨房 那么这个室厨房来讲呢 它是做在这一个空间的 同样的上下的这一个都会包扩给你 然后每一个厨呢 已经是做好了的 OK 然后它这一个 冰箱 也是送给你的 OK 也是Bosch的这一个brand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啊 我们 吃饭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这一个空间 OK 你可以看得到 放一个8人的 OK 位置都没有问题 它是足够大的 然后从 这一个 饭厅 你一望出去 你可以看到 美美的 美美的 不会感觉到整间家是暗暗的 OK 它的家里是特别多窗口 一来到这边 你看又有多了一个窗口 所以这一间家 窗口特别多 所以采光也特别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到最高楼 就是我们介绍 这一个房间 OK 那么这一个屋子呢 它的这一个款 它叫Gardling House 你一来到楼上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下 第一个房间 那么第一个房间 是在 这一个地方 如果你可以 你想说你要换一个双人床啊 衣橱都没有问题 加上这个衣橱呢 不过是别的款啊 它是包装在这一个买卖里面的 加买 那个冷气也是包括在里面了 然后来到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会比较小的 不过如果你要放一个双人床 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么这两间房间呢 它就share 同一个的洗手间 就是在这里 那么这一个洗手间呢 它的套 全部是坐晚上需要的 OK 然后我们最后 我们来到主人房 那么这个主人房呢 是特别大的 OK 如果是从这边走出去外面呢 它就也是有一个休闲的 这一个小小的这一个阳台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呢 它就有这一个衣橱 衣橱方面呢 全部左边右边 是做好给你了的 OK 所以你不需要在花人合钱 去做这一个衣橱了的 OK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下 主人房的这一个洗手间 那么它这个洗手间呢 它有包送这个buttack给你 OK 然后它的touch也是一样 全部上到完了的 然后 Latio Farm 用的这一个 我们叫做建筑的 这一个材料 是质量 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间屋子呢 是在这一个Latio Farm 然后这一区来讲 它叫做Residency Bayou 然后它这间屋子呢 是叫做Gardeling House 然后它的售价 是从1.588M起跳 如果是想说 你想预约看这一间屋子的话 你可以拨打 以上的联系号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